台北市长柯文哲跟市府发言人 还有议员游书会合体拍片 这场景很熟悉 你没看错 就是在魔法韩国影集 鱿鱼游戏的123木头人桥段 而且还有熊赞一起比赛 当然是为了熊好券拍宣传片 副市长更是跑活动 也不忘推广 到台北市的各大商圈来 你还有熊好券可以多抵500块哦 北市府动起来会这么积极 可能也是因为申请的店家 数量不如预期 搞到最后花了两亿 然后结果现在只有5000个店家可以使用 这个不是某种程度的分配不均吗 摊开数据来看 北市申请熊好券的店家 截至10月5号下午5点 各种类别总共5428间 然而整个北市登记在案 约有8万商家 等于参与熊好券的业者 仅约6.8% 而且这其中有不少还是连锁品牌 大部分的一般商店都没参与 我们自己来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 其实是蛮便利的 因为现在数位时代来临 连锁业者大赞方便 然而这熊好券不仅要电子化 民众支付后业者还要先带电 但市府拨款入账 对于小本经营的非连锁餐饮业来说 就遇到资金调度的困难 你没有跟我讲钱什么时候会进来 那尤其我们这种小店家 我们每一天都是要有新的进货成本 如果今天来的一群人客人 都刚好是为了庆祝有抽到熊好券 结果全部来消费 我今天其实我没有任何现金收入 而副市长黄珊珊说 没有强迫商家参与 市府团队会努力宣传 这只对业者来讲 收现金似乎还是比较简单一些 TVB小刘理想联想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